美国不是最近才在这个众议院里面做兵推吗 请的这个智库来兵推 你说美国会兵推 中国大陆会不会 当然也会啊 他们也有他们的学术研究机构 然后也发表了兵推的论文了 这是中国大陆的中北大所发表的 看看它的重点 首先你看啊 它说假设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舰队 威胁中国大陆海域的安全呢 解放军会用两款高超音速陆基反舰导弹 来迎击 推演认为能确保平均以八发导弹 引诱敌方导弹拦截之后呢 再以14.4发导弹 集成敌方的舰队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这个就算福特号航空母舰是很先进的 但是不是大陆解放军的对手啊 因为有导弹啊 有这个所谓的高超音速陆基反舰导弹 重点就是在于到底会发射几发 就能够摧毁福特号码 那你看真的很巧大陆的解放军海军 发布了暗防兵版 假如今天战争爆发的MV 结果在这个影片当中 你就看到啊 发射火箭弹 就是用这个可以有能力 摧毁美军最先进的航空母舰 当然我们也看看这个画面 感觉好像挺热血的 请教一下赖老师 所以这个从他们所发布的这个MV 再到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冰推 看起来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一致 结论就是美军不是对手呢 一个是学术单位在做的一个冰推 学术单位做的冰推 它的基础是建立在科学的演算上 所以它所谓的电脑的模拟兵推 也就是说把这个福特号的各种防卫系统 它的反应速度 它的这个雷达的演算速度 然后进行演练 然后呢再把中国大陆的这个反舰 尤其是攻打航母的这种中程的 例如说在1500公里到2500公里 平均在这个宽度内的 这种超高音速的导弹 那么作为一种 例如说又敌又导 然后到最后集中之后 实施饱和的攻击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 他说我用 例如说假设我要打一个航母 那它本身是航母战斗群 所以它不只是福特号 它还包括它的这个 护卫舰跟导弹驱逐舰 那如果说假设它今天是 总共是五艘 然后他们或者是四艘 总共 然后他们可以用引诱弹 然后让你的这个标二标三的防空系统 先开始演算 然后做反击 你在演算反击的时候 你基本上电脑跑的速度 那就开始在做的时候 接着后面的就继续进来了 它其实并不是说 我打一下休息以后再进来 而是我的之前先攻击的 这是属于右导式的导弹 然后最后在这个反舰的导弹就进来 那进来的话由于它是超高音速 所以速度很快 一般来讲打航母都是先打掉你的动力 因为航母本身笨重 非常 例如说12万吨或是10万吨 你先把它的动力系统打掉 打掉以后它的速度慢了 它停在那里 然后其他的导弹就进来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航母的甲板很厚 它的所有的甲板非常的厚 的情形下 那中国大陆也必须在火药上有突破 目前来讲传出中国大陆的这种 爆炸力极强的这个火药已经突破了 以目前来讲大概就是现在TNT的 TNT的10到100倍左右 所以这个是一个美国也很担心 因为美国是采用压缩式的 而中国是采用粉末式的 那是刚好是理念上 在物理学上完全相反 那中国的这种粉末式的 它基本上来讲是比较稳定 而且可以量产 所以速度快火力强 然后精准度又大 专门打移动的大型船舰 所以演算出来结果大概24枚左右 就可以打掉一个航母战斗群 所以这个比较准 没有那个三个爱国者 百分之两百一 这样的这种脊弱率 你可以看到台军的将领的水准 还是蛮高的 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科学 对照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很明显是有差别 蔡委员几天不见了 你们秩序理由还愉快吧 没有 这个真的是快闪了 其实真的也没什么玩到 尽量抓紧时间 幸福甜命的时光要好好把握 所以回来上班也很开心 这个蔡委员刚刚也听到我们在聊 就是大陆解放军 那么现在军力持续在增强 而且你看到他们发这个MV 都是什么 都可以提振士气 提振士气 看看这个美军要不要参考一下 不如也来制作一下MV 美军我相信也会有非常优秀的制作团队 可以做出好看的MV 提振一下士气 对不对 不过我们讲讲日本 日本现在他们就是眼睛紧盯着解放军的动态 所以日本的共同社他们就在报道了 说很快 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要出来 那这个草案先行曝光 说什么呢 说这个中国在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 说可能会在21世纪的中叶 而且还说估计到2035年 中国可能有1500枚核弹头 那么最主要都是领先在新的核弹头 各领域包括外太空网络空间还有电磁战 所以日本现在是越看越紧张吗 还有美国 委员 世界一流的军队 世界一流的经济 世界一流的政治 这不是就是中国崛起的目标吗 那你中国要崛起的话 这个不是一流 那个不是一流 那就不叫崛起了吧 那军队对于中国来讲 它本质上就有很大的优势 就是第一个它的政治领导 不像其他国家变动那么大 或有很多政治上的争论和考虑 像日本就是这种情形 它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能够有一个长城计划 能够很稳定的往前推行 第二个在细节方面 到底哪一部分要建设到哪什么 比如说要几艘航空母舰 要多少战略核潜艇 要有多少核子武器 这个都一定会去仔细的去规划 那我大概从去年吧 我一直讲说中国大陆 那个300多个核子武器 在你节目也讲过 连上核子麻将桌都被人在筹码太少 我认为应该要有2000枚 不过日本是认为说1500枚就够了 这我就不争执这个细节 但是到2035年 日本会不会估计太保守了一点 你最近美国媒体暴露出来 但是大陆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就是从俄罗斯进口很多高浓缩用 高浓缩当然可以解释成说 我是做核电厂用的 天知道那是哪一种浓缩用 因为细节并没有嘛 那俄罗斯现在我们不然 浓缩要有很多的那种浓缩的设备 中国大陆一下子弄那么浓缩设备 不是不可以 那不经济弄完了以后就 又说什么 跟其他的那种机器设备 可以改作别的不太一样 那俄罗斯有啊 那俄罗斯有的话 帮做点东西 帮俄罗斯赚点钱 没什么不好啊 不然中国老是光买石油 石油都已经塞满家了 不叫摆哪里啊对不对 所以俄罗斯卖浓缩给中国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中国要做核主席的速度 不可能到2035年到1500吧 可能更早了 我看是两三年就已经到达了 因为中国不是没技术 又不是像北韩那么悄悄打打搞 我老爸也搞不出来 不会 中国的核子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它是产量设备 一下子要弄那么多的话 弄完了以后就没事干了 不经济 只有这个问题在 其实美国一样啊 美国很久没有生产核主器啊 很多设备都报废了啊 那对中国 至于什么外太空呢 会是问题吗 空间战是有 现在中国有啊 你说网路空间 那荷兰外长还在抱怨说 你中国对我进行网路作战 秦刚说没有没这回事啊 两个人还在那边争论这个问题 电磁战 美国自己说中国的电磁战 是胜过美国 但是美国人讲的 不是我讲的 也不是中国大陆讲的 美国自己的品牌 美国自己讲的 所以这个一流的军队 剩下的只是现有的军队 很多还在做一种作战 比如山东舰 它刚刚下水嘛 对啊 那刚刚进入一个 可以作战训练程度 那辽宁舰 从训练舰改成作战舰 还有一点时间 因为人的训练最花时间嘛 一下子那么多好的战斗机 你看看那些飞行有多辛苦啊 海浪上起降不断的练习 要练习到什么程度 半开玩笑 跟那盲舰客一样 拔住舰就能够用 要不然在那个大海上 晚上起飞 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起飞 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啊 那个是很高级的训练 一定要训练到 就是你完全 完全不用去靠太多的人 完全靠仪器 完全靠感觉在进行了 那这个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训练的出来啊 因为毕竟是人嘛 是 好 不过现在呢 你看 刚刚在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军力 不断的在提升啊 那么看到呢 现在包括美国 日本都相当的关注 可是现在呢 真正的问题在于中美关系 现在该怎么看 好我们刚刚在讲 到底这两大博弈要到什么时候 你看现在呢 我们比来比去的 可是现在中国大陆驻美大使谢峰 他抵达纽约了 好那么在5月23号 我们看到这个讯息一出来 在今天5月24号呢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任命谢峰为驻美大使 好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重点的讯息 当然谢峰也特别强调 他此行是为捍卫中国利益 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里面呢 当然他有他的任务存在 不过呢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倒是呢 在第一时间已经表示欢迎了 欢迎谢峰的到来 而且也期待更多的对话 那么我们不禁就回想起 请教一下韩兵 上一次我们看到 当时秦刚到美就任的时候 哇你想想看 那个时候他也去 去了以后结果呢 真的说实在话 不像说马上美国方面表示欢迎 而且马上就开始有行动 就展开对话 还真的好像把秦刚 就摆在那边啊 割了许久 然后后来呢 就看到秦刚自己非常努力的 到美国各地走走看看 去做交流 去做了解 那么这一次呢 当然我们看到 是不是美国国务员的态度 不一样了 而这是不是也表示说 中美关系也要开始变化了呢 韩兵 其实这很简单哦 他觉得民进党常讲话 叫时空环境不同 因为当时是美国就是故意 就是冷落秦刚 就是给你个下马威啊 我看你怎么样啊 那看你中国要不要低头扶苏啊 那双方僵持到现在这个程度之后 变成情况整个倒过来 变成美国急着想要跟习近平谈 你看不只美国 日本都急着想要跟习近平谈 那在这样整个形势转变的情况下 谢峰一来他马上就说 哇这个欢迎 然后几个评论家都说 中美看起来有转环的余地哦 谢峰来就是为了缓和这整个局势哦 可是谢峰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 我是来捍卫中国的利益 那所以你确定会转环吗 我个人觉得转不转环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些评论很奇怪 就是一个外交官的职责是什么 是他自己决定外交的方针吗 不是啊 他是负责执行外交的任务 所以谢峰这次去 他是执行习近平的意志 那习近平的意志是什么 在你美国没有跟我采取一个对等的态势之前 我不可能跟你谈判 我觉得习近平现在摆得非常明显 所以你看毛泥一而再再三而讲 不要一直只是显示出善意或什么东西 你要实质做出来 比如说你取消制裁 比如说你对中国的一些不合理的对待 你取消掉 那双方才有得谈 我觉得毛泥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谢峰现在出来 他OK 当然中国大陆不希望中美关系变得更坏 可是要变得好 你要拿出你美国基本的诚意出来 可是问题是在我看来 美国并不想拿出诚意 因为美国想的一直都是非常的单方面 就是我已经对你客气一点了 那你就对我客气一点吧 美国想的就是这样 比如说他急着想要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就马上就说 那李尚福的制裁我们可以考虑解除啊 谁在乎你制不制裁李尚福啊 有人在乎这件事吗 因为那完全是形式上的东西嘛 所以如果美国没有想清楚这一点 抱歉我觉得谢峰去 情况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双方还是持续的对峙 是啊还记得那时候呢 这个秦刚好 其实呢就是见到这个是 副国务卿雪曼对不对 赖老师 然后呢结果现在呢 秦刚升任到外交部长了 而雪曼呢 他即将要辞世他的职务了 对你看风水轮流转啊 但是呢这个赖老师要问一下了 那现在呢 你看谢峰他在 你看这个整个位置 是已经空缺到四个月以上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对这个时候来派到华府来 那到底在时机上面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考量很多 我们先看到谢峰在第一次 跟雪曼来会谈的时候 就提出清单了 那当然大家也都在看那个清单 你美国兑现了几条 这个也是一个中美之间的 交手的一个讯号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就是说 中国大陆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你的所有的关税要取消 对中国的所有的厂商的 各种制裁要取消 然后你的所有的限制要取消 中国才有可能开始谈 好 那谢峰这次谈的时候 刚刚韩斌讲得很明白 他第一个 我就捍卫中国的利益而来 第二个他谈到的就是 引用习近平的指示 这个指示 那就绝对不可能动摇了 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 其实我们用更白话来讲 你如果不尊重我 我就不会尊重你 你如果要我尊重你 你就必须要尊重我 所以是相互尊重 那当然就是相互对等 那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不对等 美国对中国大陆有很多的制裁 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这个不对等 所以你美国没有尊重我中国 既然你美国没有尊重我中国 所以在谢峰要出去之前 中国大陆突然间宣布安全审查 没通过 美光要制裁 那这个制裁美光股票当天就跌了 美光为了要控审 说没有很严重 没有很严重 就不到百分之十 但问题就在于真的吗 因为美光本身你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产品 直接间接是进入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如果要求宣布 只要用美光的都不能进来 那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 如果你是台湾的厂商 你会不会要去风险化 你干脆不用美光的比较安全 因为并不是没有可替代 所以美国会紧张 美国会紧张 那美国现在就更需要中国了 那接着马上就要 两位部长要谈判了 就是商务部长 两位商务部长的谈判 通常大使都要陪同的 而且大使也要去筹划这个谈判 您觉得谢峰难道没有任务吗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谢峰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因此你会认为就是说 这次其实美国对于谢峰态度 绝对会比当初对秦刚 要更加的礼遇 更加的友善了 坦白说 我同意刚刚韩冰讲的话 大陆真的没有那么在乎美国 就是你美国弄你的 我走我的路 我做我的事 那你美国想改善关系 欢迎你要恶化也请便 但是中国有自己的路在走 中国有自己的事在做 所以你美国你怎么玩 我都奉陪 礼拜四 这个中美商务部长 即将要对话了 王文韬先生跟美国的雷蒙多 那么当然呢 那要谈什么呢 美国是不是要拿出来谈一下啦 或者是其他像中美贸易部分啦 是不是也要拿出来谈呢 那当然现在其实你说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现在非常关注的就是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 说几周之内将签首批的协定了 这也是台美从1979年来签署结构 最为完整的贸易协定 那大陆商务部已经表示 中方是对此坚决反对 要慎重的去处理与台湾的经贸关系 所以蔡委员我想问的是说 如果这样刚刚我们在讨论 美国其实现在也蛮紧张的 也希望能够舒缓 那现在到底是不是 可能美国就想要跟中方好好谈了 可能会做一些让步吗 那如果是要让步的话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就把台美21世纪贸易 就暂时搁置一旁 委员 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 是个虚的东西 他是想要做政治宣传用的 正因为他做政治宣传用的 美国想要玩这个游戏 那这个民进党也想玩这个游戏 那大陆当然看得很清楚 你就是要做政治宣传用的 那你政治宣传用 我当然要反对嘛 因为大陆一向不会反对 台湾跟其他任何地区 有实质上的经济跟贸易 文化的来往 那为什么说 台美21世纪的贸易倡议 是民进党用来宣传用 跟美国配合来玩这个游戏 那没有实质内容 他就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议 他也没有减让任何关税给台湾 完全没有什么加速通关 什么什么检疫 你是在做什么 也就是说 蔡英文一直跟我们讲 我们只要吃美国的莱猪 他就会跟美国签这个 什么自由贸易协定 那我们台湾 卖到美国去了 关税可以降低 韩国卖到美国去 关税降低 台湾不能降低 我们在美国市场上 就输给韩国吧 对 没错 那我们一直争取 那蔡英文就假装去争取 结果没有争取到 因为拜登不愿意 在这时候让步 所以搞了一个叫做 台美21次世纪贸易倡议 你是在说什么 简单讲就是 蔡英文告诉我们说 他大学没考上 他考上补习班 是 就这样子啊 那这个东西 现在是民进党政府 哪来要敲锣打鼓 你看我加强台美关系 还有多进步 这个比自由贸易协议还要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个书还要多 虚的 那你要做搞政治活动 大陆看不懂吗 当然懂嘛 所以当然反对吧 最起码要么就是 等到民进党明年下台以后 我们再谈实质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焦点 把经济问题当做政治玩弄 就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了 那所以现在呢 这个两国的商务部长 即将要展开对话了 那当然我刚刚讲 要不要谈谈美光的事 其实中国大陆呢 早就已经有在所准备了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看到 路透有报导说文件显示 中国宣布美光科技的产品 构成国安风险之前的几年里 将当局已经缩减了 对这个美光晶片的采购 已经减少采购了 而选择国内或者是韩国的产品 那么但现在你看看 美光的事情 美国的众议院 这个时候盖拉格就跳出来了 好像很火大 说美光被中国制裁 我们要做点事情 所以你商务部在干嘛呢 商务部应该要对中国的 记忆体晶片的长新存储 赶快要去对它技术做出贸易限制了吧 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事呢 长江存储还不够 还要有来一个长新存储 这个同样蔡委员刚刚我们在讲啊 那现在呢这一招很奇怪哦 这个议员喊得很大声哦 可是美国的商务部 这个时候不予置评 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游戏玩不得 两方面的制裁或者这些外商务的交涉 其实很像在下围棋 非常像都是慢慢的 按部就班的布局 跟我们在下那个象息 一下子跳过去 这个不太一样的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些 众议员当然想表现啊 我反中后我们被打了一拳 我们怎么不能把他打回去 那问题你能打什么 我问你你能打什么 中国对于美光的制裁 其实美国人看得懂 这只是什么警告讯号 还不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巨浪 绝对不是 因为美光大概占中国大陆的芯片 这种记忆体芯片的市场 大概有将近18个percent 比那个这个什么 SK海力士韩国的 或者三星要小很多 那中国大陆自己也占了 中国大陆的供应量将近快要 15到18个percent 所以美光被制裁的部分 其他的都取代得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独占性 再来就是 其实中国大陆对美光也留一手 就是说我只限制到 基础关键设施的厂商 不可用你的 那消费性电子它没有限制 就是手机啊 那个没有限制 那美光在消费性电子 有三分之二 那三分之一 这才是基础关键设施 所以大陆的态度很清楚 我要打你屁股痛 我们要把你打死 美国商务部看不懂吗 他这样看得懂 你这个时候去搞反击 你不至少麻烦 那这样消费电子一起进 美光不就挂了 对不对 所以他很清楚这个 那美光自己也知道 他犯了什么错 他犯了就是 喜欢干那种太监的事啊 跑到美国国会啊 政府里面去 说长江存储的坏话 说长心的坏话 对 就叫他们对这两个公司进行制裁 前段时间不许有制裁的吧 对 所以大陆就有样学样 你不讲国家安全吗 我现在也学会 我有国家安全 我网路安全 还没到国家安全的层次 现在大陆讲的是网路安全 不是国家安全 所以大家看得办吧 这个就在 还在下象棋中间 白宫呢 当然了 对此事也表示 发言人你看他怎么说 中国制裁美光的理由 没有事实根据 没有事实根据 但问题是又如何呢 现在你看参议院 这边民主党领袖 也在讲说 我们现在针对美光 被制裁这个事情 也都在讨论当中 但你说又怎么样呢 现在美国到底 要如何来自处 刚刚在讲到说 美国自己本身 是不是根本就是 这个理亏 你看像现在呢 美国自己的 这个纽约时报 他们就在报道说 其实呢 现在你就要看 他这个做法 就北京现在这个做法 到底是不是想要去挑拨 挑拨这个 盟国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美国跟盟国之间关系 比方说美国跟韩国啊 对不对 因为那老师我们讲 现在是不是针对 在半导体的部分 你美光现在是被制裁的 那中国大陆 他是不是要去选择 其他的产品来使用吗 那这时候会不会去选三星呢 会不会去选海力士呢 但是我就要问了 你觉得有可能吗 就是说韩国的厂商 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跳起来很开心 觉得说啊 这是我的好机会 因为什么 我可以去填补在这个时候 美光所流出来的这个空缺 然后反而让我韩国 真的在这个时候就赚到了呢 有可能吗 美国在第一时间 已经警告韩国 就是说如果美光 所留下来的空间 韩国的厂商不能填补 所以韩国的厂商 现在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如果中国大陆 给你下订单 你给不给 对 那如果你不给 好 那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那既然你为了政治的因素 你要违反 这个自由贸易的方式 那中国大陆也就会保留 反制的权利 也就是说你就提供我 中国大陆 我有一个反制的正当性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你以后你跟我下某一些订单 我可能就不买了 就不卖了 甚至我有一些产品 例如说我的有一些 特殊的稀土的某一个 东西的原料 我不见得是所有的稀土都不卖 我只要抹一些原料 我就不卖给你 那我也可以这样做 因为我今天给你下订单 你不卖 你不卖 那你以后跟我下哪一些订单 我也有可能不卖 那这样的情形 对于韩国来讲 它就面临一个困境 所以现在的情况 韩国就是要卖 卖的话呢 当然它可以赚 可是问题是 美国早就已经警告他 我记得很清楚 就尹熙悦 其实那时候去G7之前 其实就已经传出 我记得是FT嘛 FT曾经有报导过 伦敦金融时报嘛 结果后来就说 这个是不是你应该要自己看得办 不要去填补这个空缺 对不对 然后结果韩国现在会很担心 说那怎么办呢 我又一边夹在中国 一边又夹在美国中间 你不要忘了 韩国的三星手机 现在在中国几乎是卖不动 而且已经少了 大概45%的份额了 那如果说今天中国大陆 对于你海力士跟三星 那么再下重手的话 那你觉得韩国 还有多少生存空间 尤其是尹熙悦 对中国大陆这么的不友善 然后完全倒向美国 还想交住那个G7 然后来对中国大陆下手 那现在的中国大陆 刚好有你自己给我一个机会 我可以反手打你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刚刚郑元凶是对美光说的话 说好像是轻轻地打一个屁股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 因为很多厂商都知道 中国大陆的一个决定 你表面上看起来说 就对于这些设备 有一些限制 但是你如果扩充解释 大家都会观察 中国大陆的厂商 有没有下哪些订单 如果哪些订单已经开始没下了 那台湾的或是其他的国家厂商 就知道说 哎呦这个美光不能买了 那我可能从别的地方去买 因为这个技术没有那么高明 那这样的话 你美光的国际份额不适就减少了 是所以现在呢 其实这个事情还没完 现在呢你看 美国晶片法案还限制什么 拿到补助的未来十年 在中国的先进制成成熟制成投资活动 也就是说你要跟我美国拿补助的话 哪有那么简单啊 你还要配合我的要求啊 这一点其实对于韩国的业者来讲 不论是半导体 还有就是这个电动车 他们其实都觉得是匪夷所思啊 这个限制也未免太多了嘛 所以之前表达不满之后呢 韩国政府最近就提意见了 说希望美国能不能够放宽啦 放宽一点 针对中国先进制成放宽 限制从现在的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呢 所以你看朋友啊 也怎么样 也不高兴 结果呢 自己人也不开心 谁就是NVIDIA嘛 这个共同创办人级执行长黄仁勋 因为他也说美中晶片战 将对美国科技产业造成巨大的损害 这已经让辉达是双手被扶在背后啊 所以今天反而也将失去他的意义啦 韩兵 现在还不错啦 蛮好吃的 韩兵你看 所以现在韩国不满意 就连辉达现在黄仁勋 也表达他的不满 不是这是很基本的嘛 就是你用这种方式去硬干的话 到最后绝对不会只有一方受伤 受伤一定是大家一起跟着受伤 那只是看谁能够挺的下去撑得住而已 可是对这些商业界来讲 他何其无辜啊 我只不过是做生意的 为什么你们之间的斗争 我要负责再扛这个损失 这简直有点莫名其妙 那特别是美国加入了这重重限制之后 那对美国这些晶片厂商 他未来要怎么发展 所以你看哦 连中国大陆的晶片生产商都还没有开始在叫 美国现在已经叫成一片 大家都说你这个是不是要先停下来 这个在我们重新再去考虑 想不想去跟中国大陆台 因为双方这样恶搞 到最后是整个美国的晶片产业界受害 然后呢韩国这个东西 我必须直接跟你企业讲 来不及了啦 买乎了啦 你这一船已经上了啦 是 就跟我们的台积电一样啊 你已经去那边设厂啦 然后美国告诉你说 现在计划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那我们这个限制可能要多一点啊 你可能还要分我们一点红利哦 然后什么东西我可能限制更长哦 那请问一下台积电现在绕过蔡英文政府 自己去跟他谈 但是呢真的能够谈到什么吗 我也很怀疑 因为你所有的筹码都已经在美国人手上了 你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归路 而且哦 你看刚刚我们在说 美国呢国务院发言人 那么他其实呢 就被这个记者问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记者就问他说 哎美国被制裁这件事情啊 美国的态度是怎么样 然后呢结果哎呀蔡委员你看 结果呢一被问到了以后 当然这个新任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可能对他也不太熟悉啊 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来这个取代这个net price 那么来这个举行这个记者会 马修米勒啦 那结果呢 记者就连番拷问他 那当然问他 当然他就只会讲说 都是中国的错啊 是中国没有去履行建立透明监管框架的承诺 可是呢 这一个问题 哪有可能这个记者就善罢甘休的 来了个美联社的资深记者 就在后面就追着问马修李 那这位记者呢就问 如果美国禁止或试图禁止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会开展业务 证明这件事情就是说美国你自己觉得你美国做的不对嘛 自己觉得你理由站不住脚 所以你看啊这个新的发言人叫马修米勒被这个老将马修李修李得很惨 不能怪这个发言人啊 这个问题就是美国自己立场上找不到一个很坚实的立场说我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这样做是合适的 就是站不住脚是不是 站不住脚啊 所以啊这个问题只能怪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啊有过渡了一点 但是而且这个问题不是国务院的问题是白宫跟商务部跟国防部三个人搞的东西 你国务院只刚好推在前面去他不想怎么应付回答的问题而已 对对但没办法哎这个就只好乖乖的回答 只是呢就看到他哎呀第一次难免紧张 而且又问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啊 就刚刚蔡委员讲说你都理亏了嘛 所以当然就回答的吱吱呜呜 可是日本呢现在在旁边看着 那我们来看看日本现在怎么做呢 日本可是全力的要发展他自己的半导体业啊 那但是呢好像感觉怎么好像限制的范围更大 甚至说连用在车辆洗衣机的低接晶片的生产 都会受到影响 有不愿具名的中国晶片制造商高层主管就说 日本的出口管制会比华府去年制裁更让中国不安 真的是这样吗 不愿意具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谁讲的啦 那台积电三星美光应用材料等 倒是相继宣布到日本去投资哦 这个投资计划到目前为止 你看投资总额已经接近了两万亿日元了 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说 全力的发展他的半导体产业很重要 可是是不是也因为反正你们都来我这里设厂了 所以呢其他的都好谈了 你看之前岸田文雄不是就讲了吗 本来还有跟这个派林方正去跟北约的秘书长来谈一谈 是不是这个北约可以在日本设个联络处要跟这个北约好好的来合作 可是现在日向岸田文雄最新最新他在参议院的全体会议当中他怎么讲 他说日本没有计划以正式或办正式成员的身份加入北约了 怎么之前说的是一套结果现在岸田文雄却又改口了呢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 因为日本我们都知道他当初半导体发展不能成熟 这个最要是美国限制美国不准他发展 所以日本不能够去做半导体的制程的最后这一关 那现在美国松绑了 而且在美国的协助项把台积电另外做厂送给了日本 有时候我很想讲脏话台积电是台湾的 就这样被人家这样随便拿来去送给 那日本就可以有制程了 那日本回馈美国的方式 而且同时日本是想把这个荷兰的S Mall打趴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S Mall的这个半导体的光刻机的设备 卖到中国是占80% 而日本只占20% 日本就自己把自己的20%的手脚砍断 说我这个20% 我的23个设备从现在开始 7月23号全部都禁止出口到美国去 日本接着就要出口到中国大陆去 日本接着就要求美国 说你必须要给荷兰施加压力 要荷兰的S Mall不准把所有的光刻机 卖给这个中国大陆 那谁损失大 当然是荷兰的损失大 S Mall如果被打趴的话 日本的光刻机就有可能反败为胜 那请问一下日本按的是什么心 他要借美国的手把S Mall打趴 那现在S Mall被夹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而另外一端有日本的阴谋 那S Mall该怎么处理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高官都很有耐心 因为他知道事态严重 所以接二连三的就到了荷兰去访问 现在这个荷兰的外长也在中国 也在中国 中国大陆本身韩正都在接待他了 都在接待他 那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在跟十连赛跑 为什么 因为一定一方面要给荷兰 一个很大的远景 二方面要给荷兰施加压力 也就是说我一方面要利用 二方面我必须要给你施加压力 要你能够顶得住美国 荷兰的光刻机 如果没有卖到中国大陆去 对中国绝对会有影响 好 但是问题是日本为什么不加入北约呢 北约怎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怎么加入日本呢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没有邀请 日本来加入 所以他只是要设一个代表处在亚洲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来就是 应该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 他现在走向侵略性攻击性的组织 我个人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 噩梦即将要开始 好 不过对于这个现在呢 这个秦刚跟荷兰他这个外长呢 在对话当然主要会谈到的很多的议题 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也请导播给我们看一下下一张 因为呢我们很想要知道 是说现在呢 当然这两边谈的怎么样 对于光科基会不会限制这件事情 到底两国在对话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那荷兰外交这边新闻稿是说 保卫开放自由安全的经济 以及网络空间是荷兰的优先要务 我们有保护自身国家安全的责任 就如同中国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 那么外交部这边呢大陆外交部这边呢 这个秦刚特别也强调是说其实中和 都是共同反对脱钩锻炼的防止国际贸易碎片化 那么所以因此到底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对话 有没有什么比较正面的效果 或者是说仍然还是两方各执一词呢 委员 仍然是两方各执一词 因为荷兰没有任何理由要卡中国的脖子 因为两边呢 基本上谈不上什么贸易的摩擦 什么矛盾通通没有 但是荷兰承受的美国的压力 因为荷兰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国际处境 它经常有很多的恐怖分子 就是在荷兰比利时活动 所以美国的情报工作 美国的反恐工作 对荷兰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美国都拿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来威胁荷兰 要求荷兰对跟中国大陆的光刻机的贸易 做出某种程度的限制 那荷兰自己很清楚啊 艾斯某尔是什么 因为坦白讲 知道我们经常讲说我们复国神山是什么 是台积电对不对 复核神山是什么 就是菲利浦啊 那光刻机 艾斯某尔是光刻 是菲利浦的子公司啊 你不要以为菲利浦只做地狐刀刮胡刀 他说艾斯某尔就是菲利浦的子公司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企业 是他们的护国神山啊 可是他们现在是不能卖给中国大陆 他就失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们艾斯某尔比谁都急 可是荷兰政府就卡在中间 他没办法 那中国现在刚才赖交讲的就在争取时间 你日本开的那些所谓设备清单 我跟他讲 晶片制造厂 他会制造 可是设备厂商要别人供应 那设备厂商材料厂商种类有很多 有一部分是在日本 但日本那个东西的设备厂商 我要不客气讲 在中国很多很紧张很紧张 哎呀那个紧张是假的啦 为什么 那些设备中国都会做啦 那只是做了 应该讲说良力没那么好 CP值没那么高 那你在中国现在的目标说 我先把制程给做好 所以我买最好的设备 来提升我的制程 那所以对中国自己的设备厂商下的订单不多 不是没有 不多 那现在如果国外的买不到 就要回过来来买自己的 买自己的自己的厂商才洗得来啊 所以对于这个中国来讲 冷痛的时间大概会有个三年到五年 但是我不论有什么困难 太空战都做出来了 这个什么难呢 光刻机是真的比较难啊 但日本的NICON的光刻机不怎么样 对不起啊 NICON我不知道没什么样 还有其他的鼠科设备议题 中国的工业基础没有像韩国那么薄弱 日本的一卖不卖给他几种材料 这个三星就急得要死啊 对不对 中国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放心 但是这个应该讲上干年就三年而已啊 打一打就好了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被降触及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是我们不放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因为这个APP非常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 节目 全都在里面 依次满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